肥美鹅仔在铁盘上煎得滋滋作响 和金黄蛋液结合 加上豆芽菜 青菜 美味的鹅仔煎 是许多人到台南必吃的小吃 还有这一碗热汤直接淋上生牛肉 口感最鲜嫩 周日还不到中午 小吃店就已经做无虚席 不只台南人爱吃 更登上CNN推荐 CNN列出全球 今年24个旅游胜地 台南市却凭重选成了台湾唯一 文章特别提到牛肉汤 鹅仔煎等美食 而且2024是台南这座文化古都成立400周年 过去两年间台南也超越首都台北 成为全台饭店入住率最高 台南小吃尤其是国华街这一条 鹅仔煎 春卷 挂包 牛肉汤 都很实料 美国在台协会脸书也转发这个好消息 报导更提到 除了美食 粤世界 自然景观 盐田细阳美照 七彩寺庙和各式新潮博物馆 也是让全球游客都爱来的原因 在地民众认为密集度是胜出关键 古迹很多 对 然后古迹那个种类都蛮好的 然后有些借务程序也做得蛮OK的 台湾很少古迹这么密集 然后美食这么密集的地方 不仅如此 台南也入选定房网站 全球十大永续旅游地 从美食到古都文化 成功行塑台南观光不可取代性 吸引海内外游客 平来采点 这些新闻谢谢见黄文宣 陈明央采访报导